一个是生母 一个是养母 我想把我所有人给的都给她 突然跟我人们带去走 那还不是想抽到我的金 一场抚养权官司 引出两个女人间的沉眠往事 二十来岁的时候 就是比较人事 他们要玩儿 就只有我走上 尖兵难容 心结难解 家缝中的孩子将何去何从 敬请收看到的观察 两个母亲的战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和法官谈话的小男孩 名叫小冉 今年11岁了 她是四川省大竹县人 就在今年春节后不久 小冉的亲生母亲望晓莹 将抚养小冉七年的继母 刘一梅告上了法庭 要求拿回儿子的抚养权 2017年的3月9日 大竹县人民法院 对这起抚养权纠纠纷纷 进行了开庭审理 在正式开庭之前 法官特意和小冉进行了一次沟通 希望知道孩子心里 到底是想跟哪个妈妈一起生活 那小冉究竟是什么态度呢 小冉今年都已经11岁了 这两个母亲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又开始征孩子的抚养权呢 小冉的继母刘一梅是湖南人 1994年 20岁的刘一梅在广东打工时 结识了同龄的吴俊山 说是他对我用了个号 他很喜心 就说话都是亲眼亲眼的 吴俊山的温柔体贴打动了刘一梅 两人很快走到了一起 两年后 刘一梅就跟着吴俊山回到他的老家 四川省大竹县 1999年 两人正式登记结婚 生活过得很幸福 然而直到结婚六年后 刘一梅都没有怀孕 这让吴家颇有威慈 刘一梅也想过离婚 让丈夫重找一个 但吴俊山总是能给他体贴的安慰 都是两个哥哥嘛 我妈又生子生女了 又不是没得 她说我再让他病 丈夫这种不离不弃的态度 让刘一梅特别感动 但几个月之后 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让他如坠深渊 刘一梅说 2006年春节前夕 丈夫和一个比自己小十几岁的女人好上了 而且这个女人在和丈夫认识三四个月后 就怀孕了 刘一梅说 当时丈夫没有直说跟她离婚 但却总是说她妈妈要孙子 她也没有办法 这让刘一梅很绝望 不久 夫妻俩就办理了离婚手续 刘一梅离开了大竹县 再次踏上了外出打工之路 但她一直关注着前夫的动向 吴俊山的第二位妻子 也就是小冉的生母 名叫万晓莹 是大竹县本地人 当年才20岁的她 遇到了吴俊山 当时的吴俊山已经三十出头 她的成熟温柔很快就打动了万晓莹 两人的感情发展得很快 不久后万晓莹就怀孕了 但是当时的吴俊山可是已婚身份 那么万晓莹知道这一点吗 对此万晓莹不愿意多说 只是很谨慎地归咎为年少冲动 以前儿子来岁的时候 就是比较真实 因为孩子吴俊山和刘依梅离了婚 与万晓莹举办了婚礼 很快儿子小冉就孤孤坠地 然而孩子的降临 仓促的婚姻 让年级20岁的万晓莹 过早地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 再加上和吴俊山的年龄差距 两人的婚姻生活 一直走得磕磕绊绊 夫妻之间老了 像我的男子 这时候那时候年龄比较少 比较人形 也因为这种不稳定的婚姻状态 小冉主要是放在了吴家照顾 做了之后一直是大大叔 读书学习生病传医 完全是他们 2010年小冉四岁时 万晓莹和吴俊山离了婚 按离婚协议 小冉应该由母亲万晓莹抚养 可离婚后 万晓莹就继续南下打工了 于是小冉就给了吴家 而另一边的刘依梅 把这两个人的分分合合都看在了眼里 当得知吴俊山离婚之后 他毅然决然的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他再次回到了四川大筑县 并且用自己所有的积蓄 在这里买了一套房子 再一次在这里安了家 因为可能是我那个人比较保守 是国人坚持要走到四川来的 就是说国人选择的路 归在他走完 那个时候就是说 还有一种老实相 跟了一个男人 可能就不可能再跟了一个男人 此后 刘依梅和吴俊山的联系 渐渐多了起来 刘依梅说 虽然当时被逼着离了婚 但是他也理解吴俊山 主要是因为自己多年没有生育 毕竟我两个不是没得感情的 是不是吗 还有国人 肯定心里他也放不下 一直都没结婚 面对前妻这样的举动 吴俊山也非常动容 说跟我两个离婚嘛 确确实实实就说 是他那辈子犯的最大的错嘛 曾经分离的两人 又重新走到了一起 而对小冉 刘依梅也是由衷的喜爱 当成自己的亲生孩子来照顾 她四岁的孩子 我还要 我刚买房子 都是跟我在一起 2014年春节 刘依梅特意带着吴俊山和小冉 一起回了湖南 她的父母不仅接受了 吴俊山这个回头女婿 也很喜欢小冉这个外孙 然而 就在刘依梅沉浸在这得来不易的幸福中的时候 一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跟我老公回复了 过春节 她那个时候 喉咙就说话就有点沙哑 过来春节回来 就走新男员去检查病 查出来就是喉癌 当时医生诊断 吴俊山已经是喉癌中晚期 为了给吴俊山治病 刘依梅花光了所有的积蓄 照顾是天亮我在照顾 我才能理解那个病人 才看到那个病人有好痛苦 有好大的求生的欲望 肯定要知道哪一天算哪一天 是不是 我就只有使命地找我妹妹拿钱 我交了我妹妹十七万 我过来十几万花光了 然而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 刘依梅却出人意料地 做出了两个重大决定 一是要与吴俊山赴婚 二是要拿回小冉的抚养权 如果我赴了婚 她就感觉到 我有意味照顾她 是不是 我不得说走就走 是不是 2014年12月15号 刘依梅和吴俊山再次登记结婚 领到了他们俩的第二本结婚证 两周后 吴俊山又把小冉的生母 万小莹起诉到了大竹县人民法院 要求拿回孩子的抚养权 然而开庭时 万小莹经过法院传唤 却未到庭应诉 据当时的主审法官说 是万小莹主动放弃了孩子的抚养权 最后 法院判决孩子随父亲吴俊山 共同生活 而反观小莹的亲生母亲万小莹 离婚的时候呢 有抚养权 却不养孩子 五年之后 被前夫告到了法院 要被剥夺抚养权 却也不去应诉 可以说 万小莹在这两次处理孩子归属的关键时刻 她都放弃了 那时隔七年之后 她又为什么一定要拿回孩子的抚养权呢 万小莹说 当年离婚后 她外出打工 但心里始终牵挂着儿子 于是 她从深圳回到离大竹更近的重庆打工 然而 让她没想到的是 想见儿子一面 却变成了一件异常艰难的事 但是好在刘依梅对孩子不错 万小莹也就忍住了私子之痛 尽量不去打扰他们 因为毕竟来说我是那边的人 因为客人都知道她有两个朋友 人家看到她确实对儿子可以 那时候为什么我不会来政治安全 我觉得我儿子成长最重要 万小莹说 促使她做出改变的 是2016年6月 吴俊山去世了 她听说小冉的处境 似乎有了很大的变化 那么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 这位是小冉的奶奶 婆婆的说辞 让刘依梅难以接受 刘依梅说 丈夫去世后 她就下定决心 要把小冉抚养成人 因为小冉是男孩子 她觉得管得严厉一些 对孩子比较好 但这并没有影响 她和孩子的感情 你听妈妈这里好不好 可以 可以表现哪些地方呢 关键是二 她以后吃好吃的 不听话是二 爸妈先 而另一边 万小莹也下定决心 这次一定要把孩子要回来 还做了充分准备 她打算把重庆的房子卖了 回大主买房陪伴孩子 虽然我给不了她最好的 但是我想把我所有人给的都给她 2017年2月 万小莹一纸诉状将刘依梅告到了法院 要求拿回小冉的抚养权 面对万小莹突如其来的诉讼 刘依梅觉得很可笑 这么多年都不闻不问 孩子大了却来讨要 再说自己现在没了丈夫 孩子还要被夺走 这实在让她难以接受 如果我二不在我身边 突然跟我那边带去走 那还不是想抽到我的筋 是不是我不痛 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的抚养权纠纷 法官也很慎重 原告万母作为无人的神母 根据我们国家民法通质的规定 作为她的母亲 想要对她的江湖泉 她的姬母 六母也形成了抚养教育关系 按照我们国家分音法的规定 它也是四位父母子女关系 所以根据民法通质的规定 原告万母和被告六母 都是第一顺序的江湖泽 从法律层面生母和继母 不分伯仲 这个时候 法官主要就是考虑 双方的各种条件 谁更有利于孩子的成长 本岸万母和五母在一起生活时间较短 这个是对于万母来说 本岸当中不利的一个殊生因素 北一高六母和五母 公众生活时间较长 并测在大族县城 构置了房产 也有自己的工作 另外一种情感上来说 特别是在五母生病过后 他还和他俯分 这证明他对这个家庭 以及对五母这份爱心 这是在本岸当中 我们认为对北冠六母 是很有利的 一种输送因素 当法官征询小冉的意见时 小冉左右为难 觉得两个妈妈都好 但或许是血肉相连 她最终做出了一个 让人意外的决定 3月19号 曼晓莹和刘依梅 这两个纠缠了11年的女人 在法庭上第一次相见了 曼晓莹要回孩子的态度很坚决 法官有点担心 两位当事人会在庭上起冲突 所以准备了各种预案 然而 让人意外的是 刘依梅却在现场说出了这样一段话 坐在对面的万小营似乎完全没想到 刘依梅会如此大度 今天你说的呢 我去世感到很意外 因为之前我们两个可能 有些不就不 我希望啊 我两个以后啊 忘记过去 三千美一样 生活 毕竟去世的人已经去世了 真真谢谢 以前呢 我不懂事 是女人的 她的年纪小 牛姨梅的放手 万小营的道歉 让原本剑拔弩张的氛围怦然瓦解 而这次庭审 居然只用了不到半小时 就通过调节的方式 结束了 最后 两个母亲分别在调节笔录上 签下了名字 并相约以后 要一起照顾孩子 牛姨梅和万小营这两个女人 因为孩子的父亲 在过去的十多年时间里 产生了许多的恩怨情仇 撕扯和较量 然而 当他们都回归到 做母亲的位置时 对孩子的爱 还是战胜了个人的恩怨 让这个看似头疼的案件 有了一个圆满和温暖的结局 这就是母爱的伟大和包容吧 都说有妈的孩子 像快宝 那现在的小冉 无疑是块无价宝 因为她拥有的 不仅仅是两个母亲的爱和呵护 还有她们的善良与担当 而这是一个母亲 能给予孩子的最好的礼物 我是徐俊 明天见 疯狂的举动引来上千人的围观 他们感觉这样的很过瘾 从飙车到逗殴 他们肆意挥霍着青春 甚至是13 14 15 还没成年的人也 是速度 激情 还是通往地狱的噩梦 但是好怕好怕 好像自己的一半不见了 敬请关注道德观察 飙车少年 逊文 误似公子 讯